是我时光的 秘密 虽然 特别比较 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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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 人质好 好在哪 多假 现在闹我这样的爱情 杨总 我刚看了开头了 我觉得特别的好 而且 我觉得谁会想要拥有 这样忠贞不语的爱情呢 有品味啊 不愧是甜宠片导演界的 中流底柱 我就知道你最爱这种题材了 因为我人生中第一部剧 拍的是甜宠剧 在那之后 我就接不到其他类型的戏了 这次可不是甜宠啊 是大型民国惊悚悬疑 穿越家甜宠 为了给你灵感 你工作室我都给你装修成民国疯了 但我觉得这么好的题材 然后又这么烧脑 我可能不太适合 不然你找其他的导演试试看吧 那你现在住的别墅 我可就给别的导演了 还有啊 以后你想拍的电影 我也绝不会再拿一分钱出来 杨总 你觉得我是会在乎这些事情的人吗 那你就说对了 我觉得这个项目呢 它有非常浓厚的人文气息 然后还有一点奇妙的宇宙探秘 这交织了一点芬芳的爱情 我都开始怀疑了 我会不会生下来 是为了这个项目啊 你想通了就好 不说了 我给你的爱情生日小礼物 放在茶几上了 不用谢我啊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导演 李武喜欢吗 我安排了个演员朋友去你工作室 随便聊聊 试试戏 工匠人挺不错的 希望导演多多关照 你推荐的人肯定可以 不用试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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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快就来了 您是 我是刘一豪 刘一豪 是 您是刘岛 对 您这儿的装潢真的是太摩登了 试戏的场地没有像您是这么扬起的 谢谢 这也是我的工作室 您是在试戏的吧 不用试了 你的用心我都看到了 你看你这服装非常到位 而且还自带装法 就你了 恭喜你 就你了 导演 您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不怕您笑话 自有声电影以来我是全上海滩祭祀最快的女演员 所以您的剧本的每一个字我都已经背下来了 好 你还挺入戏的嘛 行 那就试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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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非常好 情绪非常到位 而且你这个R很有层次 我觉得就你了 果然是全上海最会演戏的女演员 就你了 录取了 导演 您的意思是 您录用我了 是啊 你高兴就好了 那 您让我演什么角色呢 这个 您就回去等通知吧 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先回去休息吧 导演 您这儿的环境刚才让我有点紧张 所以刚才我觉得我的情绪酝酿得不够饱满 我想再来一段 然后也给您看一下 您看过我的表演之后再决定 我演什么角色 您看 好 麻烦您帮我答一下戏 故事发生在一个战场上 男女 我第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 不是这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爱你 可能 就此之后 我们都没有机会再相见 你可以再多说几次吗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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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总打电话来了 我会再好好思考你适合哪一个角色 那今天就知道这儿吧 导演 您是我见过最温柔 对我最好的导演 您这儿的东西 也很奇特 小玩意儿也很特别 这么小的机器能放出那么动听的音乐 行了 你就别再演了 好 导演 我想问一下 这里是哪儿 是你自己来我这儿的 你不知道这是哪儿 这里不是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芯片厂吗 上海明星电影公司 民国实习的电影公司 成立于一九二二年 停办于一九三七年 你考不倒我的 现在不是民国二十五年 一九三六年吗 咔 实习已经结束了 现在是二零二零年 需要我帮你转车吗 我刚才谢谢您帮我 实习试了那么久 那您能告诉我 我该怎么出去吗 就走这儿吧 那我不送了 我洗底片洗到一半 先出忙 喂 杨大致片 您好 那个演员戏已经试过了 你放心 都挺好的 什么 我刚刚就是想跟你说 人家档期不合适 所以我就没让他过来 所以他没来啊 那来我工作室的人是谁啊 我哪儿知道啊 杨总 请问家你这底片是从哪里拿来的 什么哪里弄来的 你不是喜欢老照片吗 这是我曾祖父在上海明星制片公司工作的时候留下的旧资料 日期什么的应该都写在盒子上了 这儿不是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吗 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吧 民国实习的电影公司 成立于一九二二年 停班于一九三七年 现在不是民国二十五年 一九三六年 在了超过度尺寸的电影公司 选择 偉择 我是一个用过无数填宠桥段的导演 早就已经对各种爱情的套路免疫 但是这一刻 即使我不知道眼前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我竟然